哈喽,大家好,宠粉的一态又来了 俗话说,颜值就是正义 在娱乐圈这个充斥着美丽明星的地方 美貌往往被高度重视 一些幸运的女演员仅凭借精致的容颜 就能够轻松地操控命运,随心所欲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也有部分女演员都是凭借坚韧的毅力和不断努力 一步步攀登金字塔的高峰 在这个过程中 也不乏一些因天生苦相而被认为吃亏的女演员 她们天生容颜平平 面容散发出忧虑之情 眼中似乎缺少一丝希望 因此,今天一态就带大家来看看 娱乐圈那些天生自带苦相的明星都有谁吧 蓝盈盈 蓝盈盈刚出道时还是很幸运的 她的第一部电视剧是《甄嬛传》 在剧中饰演幻璧这个角色 她的戏份几乎和孙力一样多 理论上来说 她也应该有机会大红大字 因为当时这部剧带红了很多演员 包括李沁 蒋新 唐一新 毛小彤等 而她们的戏份远不及蓝盈盈 蓝盈盈的演技并不逊色于她们 问题主要出在外貌上 她拥有标准的瓜子脸 从侧面看还算不错 但从正面来看 她的五官显得较为紧凑 山根不够高 难以撑起扁平的鼻头 眼睛大小适中 但缺乏充满活力的光彩 使其显得不够清澈 此外 她的嘴巴上嘴唇较薄 下嘴唇较厚 两边嘴角向下撇 一直流露出不高兴的表情 在拍摄不高兴的戏份时 她的表情往往只是简单的咧嘴 这种表演方式相对一般 也可能是她在演艺圈 发展不佳的原因之一 目前 蓝莹莹的演艺事业 发展越来越差 演出的作品也越来越少 她目前主要依赖一些综艺节目 来维持自己的高光度 如果她能够认识到 自己的问题所在 可能会有机会 改善她的事业前景 张碧晨 张碧晨起初是从中国好声音 这个节目的舞台上 展露头角的 她被认为是该节目中发展 最好的女明星之一 然而随着她的一些绯闻被曝光 她的颜值也遭到了一些批评 有人指出她的眼睛叫细较窄 牙齿不整齐 而在唱歌时 她常常下意识地皱眉 笑起来也不被一些人认为是很好看的 此外 她一语化成语的绯闻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两人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 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批评 如果没有这些争议和绯闻 她可能会在音乐舞台上继续光芒四射 但希望通过这些经历 她能够更深刻地了解人世间的复杂和险恶 从而在未来更加坚强和成熟 李小冉 李小冉早早地踏入娱乐圈 但与她共事的男女明星中 大多数都已经成为了影帝和影后 唯独她自己似乎没有迎来事业的巅峰 那么 李小冉究竟输在了哪里呢 她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从气质上来看她可以说是毫无瑕疵的 然而 她并没有选择继续从事舞蹈领域 而是进入了演艺圈成为一名演员 尽管她主演的电视剧《大丈夫》曾大获成功 使男主角王志文获得影帝殊荣 但她仅获得了白玉兰奖的提名 这个机会看似难得 但却未能被她抓住 这让她在演艺圈的道路变得非常坎坷 另外 李小冉的外貌相对普通 70后代表性的女明星中 有许多令人惊艳的美女 如林心如 贾静雯和高原原等 有这些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美女主演作品 李小冉的戏份自然相形见触 再加上她的颜值略显平凡 骨架稍大 脸型有些偏长 下颌较窄 而天生的蒜头鼻更是凸显她的颜值不足 这个特殊的鼻形使她的中庭看起来较短 给人一种显老的感觉 这一外貌特点 可能使她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中 显得不够突出 虽然她多年来保持了相似的外貌 但这也让她在角色塑造上相对缺乏优势 刘敏涛 被誉为大姐大的刘敏涛 可谓是女性中的豪杰 当年 她凭借一手红色高跟鞋 快速展露头角 成为无数网络红人模仿的对象 但我们不知道的是 她因为面容略显苦相 而在娱乐圈中受到了一些挫折 刘敏涛和李小冉的脸型有些相似 都稍微偏长 或许因为她们相对较高的身材 使得脸部显得略长 此外 刘敏涛的下颌非常宽 几乎与颧骨一样宽 导致她的脸型有点方 不够流畅 缺乏亲和力 这一外貌特点影响了她与大众的亲近感 对她在娱乐圈的发展造成了一定难度 每当提到她的脸型问题时 总会有她的粉丝站出来为她辩护 认为刘敏涛的外貌是娱乐圈的一种清新之流 与众不同的美 的确 这样的外貌确实增加了她的辨识度 使她不容易被误认为是其他明星 然而在大多数观众眼中 肩下巴仍然是判断美丽的标准 刘敏涛在这方面相对不占优势 这可能是她在娱乐圈中不太火红的原因 因此 她在剧中常常扮演女强人的形象 接演一些复杂的角色 这也是她在娱乐圈多年努力 却难以大火的原因之一 尽管她的演技一直在线 刘雪华 刘雪华与著名编剧《穷瑶》 合作时间最长的女演员之一 被尊称为穷瑶女神 她以惊人的情感表达能力 能够在短短三秒内迅速流下感人的眼泪 完美契合穷瑶剧的标准 在《几度夕阳红》中 刘雪华塑造的角色总是显得楚楚可怜 小鸟依人 令观众情不自禁地产生怜悯之情 随后 她回到大陆 成为了扮演皇后角色的专业演员 在《公和还珠格格》等作品中 她出演的皇后角色德高望重 常常给人一种常年居住在冷宫的印象 她的嘴唇较薄 眼睛大而圆 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莫名的忧郁感 颧骨稍微偏高 鼻梁也不是特别挺拔 仿佛在示意她曲折坎坷的爱情经历 刘雪华的爆红时期 她结识了演员刘德凯 她曾以为自己第一次谈恋爱 就遇到了生命中的真爱 然而 刘德凯不仅背叛了她的感情 还在外面沾花惹草 成为了典型的渣男 刘德凯与刘雪华分手后 很快就与别的女人结婚生子 让刘雪华备受伤害 但这段失败的感情经历 也让她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后来 她真正遇到了 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那就是邓玉坤 两人的婚后生活 一直充满了甜蜜和幸福 但不幸的是 这段美好的时光 只持续了十几年 邓玉坤不幸坠楼身亡 刘雪华悲痛欲绝 但她毅然坚强地继续生活下去 海陆 通过扮演紫薇一角 海陆让观众认识了自己 并证明了她具备演技 但观众对她的认可 可能主要因为 她天生具备一副苦相 看起来很忧郁 当她参演《星环珠格格》时 她几乎不需要太多的演技 因为她的表演方式 更偏向本色演出 她在剧中的紫薇角色 与林心如版的有明显差异 她呈现的是一个 更像是乡下出来的 被遗弃的女孩 而林心如则演绎了一个 充满朝气和才气的女子 观众可以轻易分辨出 两者之间的区别 然而几年后 海陆似乎渐渐销声匿迹 她在这段时间内尝试了医美 但效果并不好 导致她的面部显得非常不自然 甚至有明显的痕迹 如丰满的额头和苹果肌 以及鼻子的变化 尽管她做了很多整容手术 但似乎并没有改变她 天生的面容特征 刘林 刘林是一位在演艺圈中 经历了27年的演员 她不争不抢 终于在2020年 凭借隐秘的角落 荣获华顶奖女配奖 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自出道以来 她经常饰演各种角色 从男女主的母亲到泼妇等 她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将每个角色都演绎得非常出色 最终大气晚成 观察刘林的演技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 她经常出演相似的角色 如在知否中饰演明蓝的大娘子 她能够准确地表现出各种小心思 这得益于她身上散发出的悲伤情感 刘林看起来温婉大方 但带有一丝忧郁 她的大眼睛 白皙嫩滑的皮肤 以及流畅自然的脸型 都是她的优势 尽管她的脸型 不是典型的瓜子脸 但她面临的主要问题 却是法令纹 这不是年龄增长导致的 年轻时也已经隐约可见 因为她的嘴巴稍微向外突起 苹果肌也较大 所以法令纹相对明显 尽管如此 刘林对自己的外貌 有一定的自知之明 在节目中也不识自嘲 说笑起来 比哭还难看 她在觉醒年代中 扮演李大钊的妻子 演技非常出色 展现出激动 无法开口说话的感情 她的共情能力非常强 能够生动的表现出 从惊讶到激动 再到感动的情感变化 精湛的演技令人蛰伏 那么以上就是一太整理的 娱乐圈那些天生自带苦相的 明星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 还有什么补充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与一太进行互动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一太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了